打开CPU拉杆 勾起保护盖 对准三角标时放入CPU 往下压盖子会自动弹均 打开塔扣后对准中间防盖口大力轻压机 装中道插二次插 固态也是同理 对准插槽上的防盖口大力轻推 撕掉马甲的保护罗盖 将主板L面板的打片装置 再将主板对准机箱同注位置放好打上罗组 放入散热风扇 底下装反叶触风 后面装正叶触风 侧边也是装正叶触风 将散热风扇放上冷排打上罗组 注意进风方向 转一下看看是否有意思 将风扇供电线和供电线串联起 把冷排装在机箱里 把扣具的底座墙上 打上底座固定模式 打开冷头硅置保护盖 大力轻压打上罗组固定机 全模组电源需要将用到的线插上 把电源固定到机箱电源侧 将显卡进手指保护盖打掉 对准主板 第一次 插扫大力轻压 听到咖一声就安装 再把40系列显卡和风电线插上 主板风电线插上 最后我们来看看总装好笑 对你有帮助的话点个赞 关注稿机在你边前稿机 对准主板的电线插上